中共去年開始對澳洲葡萄酒徵收天價關稅 以報復澳洲要求對中共病毒起源進行國際獨立調查 這個舉動加大了澳洲葡萄酒向中國出口的障礙 但是澳洲葡萄酒對香港的出口卻出現激增的現象 根據澳洲葡萄酒管理機構的最新數據 在截至到6月30日的12個月中 澳洲對香港的出口貨量激增了111% 達到了1.87億澳元 相比之下對中國大陸的出口就急劇下降了45% 按價值計算中國大陸仍然是澳洲最大葡萄酒市場 但是香港現在已經約居第四位 比一年前上升了三位 彭博寫說香港有可能成為澳洲葡萄酒進入大陸的後門 就好像澳洲岩龍蝦的情況一樣 去年11月中共對澳洲龍蝦實施了非官方禁令 此後澳洲龍蝦對中國直接出口幾近停滯 而香港就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澳洲龍蝦進口地 從去年的10月到今年的4月 月貿易量增長超過2000% 艾爾姆斯說儘管和龍蝦不同的是 澳洲葡萄酒的產地更難掩飾 不過亞洲貿易中心駐新加坡的執行董事 德博拉·艾爾姆斯表示 在COVID-19大流行期間 逐漸流行起來的直接交付方案 令將將有任何標籤的葡萄酒送到熱切期待的消費者手中 比以往更容易 在香港的產品可以由批發商或專業賣家私下持有 然後直接賣給在中國的客戶 艾爾姆斯說如果讓他猜測香港的葡萄酒不會停留在香港 一旦你建立在家飲食的文化 對很多人來說 這可能是一個持久的轉變 COVID-19疫情去年在全球爆發後 澳洲總理莫里森帶頭呼籲國際調查疫情起源 引起中共對澳洲龍蝦、葡萄酒等商品 實施報復性高額關稅、禁運等措施 但這些關稅並不適用於香港 因為香港擁有獨立於大陸的稅收制度 中國最大的在線零售商京東 仍然有澳洲葡萄酒的列表 這樣表明澳洲葡萄酒並沒有在大陸被完全禁了 香港的市場收益代表了澳洲葡萄酒行業的一個小勝利